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2日 星期二 股市仍然是反反覆覆的 不過技術上只是徘徊在比較窄的波幅裏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行指早市先輕輕低於45點 到20433點 之後一直徘徊在28點的波幅裏 直至上午11點半為止 今早指數最高是見過20629點 最低是見過20433點 即是整個早上市大部分時間 都是拉在28點的跨幅裏 是屬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格局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第一由於指數由10月7日開始的回落 已經整個兩個星期多些 期間回調的幅度也比較明顯 所以變成一條十天線 一路隨著現指不斷下限 到今早來 十天線終於輕輕跌穿20天的平均移動線 現在十天線大概在20645點 而十天線在20745點 這是屬於死亡的交叉 但出現這個情況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因為實際上直到現在這分鐘 行指仍然穩守在50、18和250天線之上 情況是告訴我們 大市反覆回套的勢頭 仍然在延續 但不是代表大市會出現馬上大幅下限的趨勢 要留意 計算數 由8月5日的低位 16,441點 一路升到10月7日的高位 23,241點 我講過很多次 八個交易天多些時間 指數急升6,88點 一旦買盤不足 事必一定引來高台的回套 由23,241點的回落 去到今月17日的低位 19,977點 前後8個交易天跌了3,264點 相對6,88點的升幅 大市已經跌了升幅大約48% 說這個回套的幅度不算少 但問題就是 升了8個星期的市 怎樣都要稍微回套 整股2-3個星期 今天都已經2個星期 到現在這分鐘 10天也跌積20天線 恒指也走在10-20天線之下 即是說 未來一個星期 市很大機會 仍然處於一個急升後的消化和整股之中 所以一模短線的部署 暫時來說 不如先忍忍手 直到大市有比較明顯的方向 讓我們看到 然後市在座部署就比較好些 還有一件事 成交金額 大家看到 開始有少少收勢了 過去成交金額 就算市怎樣反復 都是2,000多億成交 但近日已經兩度出現的成交金額 就在2,000億下面 即市的向上衝高的動力 明顯是收勢了 既然收勢了 大市便進入整股和消化之中 問題是要回吐多少 以及要消化多久 我說過 下星期二已經是 今個月期止轉創的高峰日 下星期三日期止結算日 會不會有些好創大會的反擊呢 現在這一分鐘都不知道 但大市一直咬著 在12、10天線左近 即是站穩在2萬點樓上 可能已經是維穩的部署 扶持著大市 只不過這個扶持的行動 不是代表大市一路推升的意思 近期金價不斷藏山高 即2,840就越升越有 但如果大家想佈署在2,840 也可以 同時可以考慮 升佔一隻2,840的擴輪 編號是2,394 行使的是2,288元 到期日是明年10月 都時間比較長 實際槓桿是6.9倍 比我價差 如果2,840的價格在1,960元 2,8394這隻擴輪 大概在2,05元 如果2,840的股價 能夠升到2,050元 2,8394這隻擴輪 應該有機會見到2,7元 佔上升幅大概31.7% 反過來 如果2,840的價格受壓 例如低見1,910元 2,8394 即擴輪 也會落回1號6,7元 潛作跌幅大概18.5% 金價上升 2,840就比較貼 有些喜歡買紙金或焦金 但實際上你看走勢已經知道 金價逐步創歷史高位 但紙金和焦金的高價 似乎都是跟不上的 如果看好金價 最直接想尖結一點 選擇的都是2,840好些 當然也會考慮 升至2,840的營購證 2,8394 好了 組織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 1,440 1,540 2,440 5,440 2,440 2,440 1,440 1,440 2,440 2,440 3,440 3,440